回家吃饭 今天呢 我带来一款 意大利的千层茄子 它是把奶酪和茄子 一起都融合进去了 哎 为什么就一层一层的马 所以我们这道菜 叫千层茄子马 所以这里面可以吃到 所有的意大利味道 对的 这就是我们那的国贸舞爵 就是一个门丁肉饼 是国贸舞爵 这才吃出来 门丁肉饼 所以今天的冠军 是 这么 今天我们要来一个 这个意大利的媳妇 所以我倒上红酒要唱一曲 这不大飞吗 今天我们要来的人是意大利的媳妇 你是 意大利媳妇 肯定就是本尊 意大利媳妇 应该是意大利的姑娘 嫁到中国 到意大利去的 中国姑娘就不能是意大利媳妇吗 变成了意大利人的媳妇 我教大家一句 在意大利 干杯的时候 我们要说亲亲 亲亲 意大利就是干杯的意思 亲亲亲亲亲亲 意大利人的媳妇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圆圆 来自东北辽宁 东北内嘎的 东北内嘎的 高宁高大厨 我们厨房为数不多的女性大厨 太荣幸了 太荣幸了 来过我手 你今天来了 咱姐夫来了吗 姐夫一定得来呀 姐夫在哪儿呀 姐夫好 你听到都是中国话吗 哈哈哈哈 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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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听懂了 热情又打了招呼 你给我带来什么菜 今天呢 今天呢 我带来一款 意大利的千层茄子 来茄子 好 上 长茄子 是不是 这款菜呢 更适合用长条的茄子来做 因为长条的茄子 它纤维比较细 意大利一般的所有的主菜 大部分都要用这种长条的茄子 这道菜的茄子呢 我们要切成一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一指宽 对 一指宽 那为什么今天选这个千层的这个 千层茄子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到意大利的时候 我不喜欢吃意大利的菜 因为我对奶酪很抵触 就是我老公呢 就是他知道我喜欢吃茄子 之后他就做了这款千层茄子给我 然后他是把奶酪和茄子 一起都融合进去了 我大概明白了 茄子拯救了你们这段完美的爱情 来吧 咱们坐着 怎么弄 下一步我们就要压茄子 把茄子里边的水压出去 小二去 现在我终于可以使唤人了 帮我拿个盘子 你是不是在电视里面看到我的时候 会觉得我特别好使唤 对啊 我终于有机会来使唤你了 那你平时也这么使唤你老公吗 嗯 我舍不得 舍不得使唤老公跑过来使唤我 哈哈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什么人 什么状况 哈哈 现在是盐 我们用家里边这个细盐就可以 在底下铺一层盐 我们要用盐 把它的茄子 我们东北话叫杀出去 我们把它里边的水杀出去 因为这道菜 我们还要经过炸茄子 杀完水之后的茄子 就不会吸那么多的油了 再给我拿个盘子 你用我可以 用我可以 你退步好一点 这怎么压着 哦 你很有天赋 OK 小二 小二同事 那我们下一步 能不能 你是不是自己都不好意思 不会温柔的讲话 哈哈哈 小二同学 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个重物把它压上 那在家里的时候一般都是 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步骤 大概要等个15到20分钟 才能把那个茄子里边的水充分压出去 那我已经在后台已经准备好了 你已经压好了 对对对 早熊在哪 我找找 在后面是吧 对对对 在后面 就15分钟时间 把它压好 就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方法 已经很薄了 对 我觉得它变瘦了 然后这样 现在呢 我们就需要洗 要把这个盐分充分地洗出去 又太咸了 要不然 对对对对 因为它吸了好多的盐分 让它洗干净 然后把水 水要充分挤出去 茄子的水啊 嗯 很苦 它会很影响口感 OK 我们下一步 就要炸这个茄子了 即使意大利炸茄子 它也要裹粉 普通的面粉就可以 对对对对对对 面粉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外酥里嫩 我是不是该给你做油了 对 你要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话 应该特别熟悉我们的节目拥有 对 我们的节目拥有 是盛州白金优选式拥有 盛州为国人治好油 这么多够吗 好了 我们的节目用油 可以了 几成的油温你觉得 六七成的油温 油温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现在下茄子 OK 就是温度正好 下去之后它能弹起来 对 而且也要防止它们都粘在一起 嗯 好的 这个差不多了 到这个颜色就已经可以了 OK 关火 这样干嘛 去油 去油 这个确实要用到大量的厨房纸 现在感觉好像它是吃了一些油的 对 一定要把它的油 都要滤出去 还是有很多油的 咱们一定要把它吸出去 这茄子就备用了 嗯 我们现在用新鲜的番茄来做番茄酱 不是把番茄酱 不是用新鲜的番茄 我们为了保养它的新鲜的口感 好嘞 我们来烧水 要把它的皮去掉 你叫去皮番茄 帮我把榨汁鲜拿去 可以把锅加热 加上橄榄油 嗯 好了 现在就可以了 小火 这个酱汁熬至要小火 这样可以了 再15到20分钟 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再放一点罗勒液 大概四片都用手来撕 这样味道会更浓 OK 罗勒液在里面就是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和效果 做西餐来讲 番茄菜的时候 它都是搭这个罗勒液的 它用橄榄油 它肯定说 咱们做中餐吧 因为你做 对 对 我们吃西餐 然后呢正常情况下 我们确实就是整个做菜的过程都会喝一瓶红酒 就是做菜的过程当中一瓶酒已经下去了 对了 对了 可以了可以了 特别的细 特别的细 现在我们来这几种奶酪 这是什么奶酪 这是帕马陈奶酪 闻起来特别有酸奶冰淇淋的味道 是吧 这个奶味特别的浓 把它搓一下 帕马陈奶酪呢 它的咸度非常高 这个是葫芦奶酪 它是烟熏过的 它闻起来就跟咱们腊肉味道差不多 是吧 因为它是烟熏过的 它这个也是偏咸 也没有甜度 这个呢 马苏里拉 马苏里拉是不是就负责让它拉丝还是 对 主要是负责拉丝 然后来平衡的口感 现在我们准备烤盘 然后我们第一步 要把番茄铺在里面 平铺个底儿出来 好嘞 我们稍微加一点黑胡椒 就有一点点的辣味 一点点就好了 最好是先铺茄子 这个茄子呢 我们也把它铺成叠加状的 然后现在我们还要放一层番茄 然后这三种奶酪都要放进去 再铺一层茄子 为什么就一层一层的话 所以我们这道菜叫千层茄子 最底下是一层酱 茄子 然后是酱 然后是奶酪 好了这个就可以放进口箱了 可以了 你给我吧 好 然后调好温度 180度 这个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好刚好 好嘞 我们就等着它 好 你刚刚讲的你平时做饭就是吃奶酪喝酒 对真的是 好 那我们再来亲亲 亲亲 亲亲 得吃一口这个 对配这 奶酪配红酒 非常好 丁了 这种危险的活还是你来干 可以吗 可以 满沉的 太美了 再配一个萝卜叶 来吧 尝一张 好嘞 所以这里面可以吃到所有的意大利味道 对的 哇 你看这种拉丝的感觉 做我先评价 还不错 因为吃的很清爽 你会吃出清爽的味道 就你嘴里面是很复杂的奶酪的味道 对 就是各种各样奶酪的味道 然后又有香的奶酪 又有那种有嚼头的奶酪 然后呢 这个番茄酱味道非常的新鲜 你觉得呢 因为你也做清爽 可以 就一个可以就结束了 首先将茄子水分刷出去 铺上面粉 炸成金黄色 捞出备用 第二步 将新鲜番茄打碎 手撕几瓦勒叶熬制 准备烤盘 准备烤盘 第一层铺番茄酱 然后铺茄子 然后铺奶酪 依次码好 然后放入烤箱中 烤制15-20分钟 直到奶酪 金黄色 泰特的调味瓶 喊你回家吃饭 同时呢 泰特的调味瓶提醒你 桑表屏 下方二位嘛 你就知道 在意大利千层茄子 这个比较经典的 意大利菜当中 如何找到中国味道了 真的还挺有中国感觉的 因为有中国的食材在里面 对吧 意大利姐夫 姐夫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对 亲亲 亲亲 好 那您接下来做一个什么 咱们今天有外国友人 待会儿让她尝一下 我做门丁肉饼 您食材到位了 行 我去拿一下食材 门丁肉饼 它是完全都是牛肉做的 是吗 对 因为它是清蒸美食 它是慕斯林的 清蒸 我们先把牛柳 切丁 为什么选这块肉呢 一般咱们就是馅儿 馅儿呢 它本身呢 是肉泥 嗯 然后这个 要放很多筋的肉在里边 这肉又有嚼头 它呢又能够入味儿 好 这是我们备用的 我们现在开始 做汁 需要牛油 口感上呢 它让它融合得更紧密一些 这时候我把花椒放进去 这个汁呢 是拿牛蚌骨熬制的 它那上面那层油 就是这碗里的油 它那汁一会儿咱们就会打到馅儿里 哦 比如说您这儿已经有两个改良了 一个呢是您加了这个牛里脊的这个肉 第二天 让外国人吃的时候能吃牛排的感觉 对 相同相识 所以让它的馅儿能够更加的融合 然后呢加了这个牛油进去 对 我们现在开始 放葱和姜 糖是中和摆味的 十分香 这就是汁 那我们现在拌汁了 肉馅儿 和这个牛肉丁 通常是100克的牛肉丁 300克的牛肉馅儿 这个还是有点烫 我给您折到这个碗里面 凉一下啊 好 按道理说去年那儿的大饭店 那都是那种大菜啊大餐啊 门丁肉饼 这就是我们那儿的国贸五角 就是一个门丁肉饼 是国贸五角 反正这门丁肉饼是一个 还有什么 一个大股 这个五角呢 有煎饼 煎饼 馅儿饼 馅儿饼 糖饼 糖饼 糊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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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门丁肉饼 门丁肉饼 这就是五张品 在国贸地区的美食圈 撑起了国贸五角 现在开始碗里打汤了 打到什么程度了 是这样很容易 从你手里就滑出来了 就成馅儿 对 这个呢 牛肉馅儿呢 糊好了呢 我们要放到冰箱里 凉下来了 同时呢 水分 油分 充分地融合 融合在一起 吸收进去 咱们这也得有十几分钟 我搁进去 好 现在我们开始切洋葱了 加洋葱 我这个洋葱呢 要切得特别特别薄 变成洋葱丝了 这个呢 跟牛肉粒 是一曲成功的 让你在吃馅儿的时候 它同时能嚼到 牛肉的那个里脊 同时呢 也能嚼到洋葱丝 为什么切那么细呢 就是因为包的时候好包 那现在我们跟馅儿也差不多了 我们把馅儿调了 谢谢 这个我们就加进来了 在和馅儿的时候 讲究柔柔的 不至于把食材的 纤维细胞给破坏了 叫的如此通俗的 一个肉饼的名字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传说当年一个聪明的厨师 他琢磨了一种带馅儿的饼 慈禧太后就问 说这个这叫什么名字呀 厨师也不敢 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回头一看 诶 那城楼上有一个东西 跟这长得很像 对对对 就是那个门丁 这个面团体精准备好 就是为了让它醒发的透 这个面呢要用低筋面 一斤面 五两五的水 这个比例 出来的这个面呢 是比较软 软面就是熟了以后 吃起来软和 下劲儿 跟面团体 Jeez 嘆口 趕起来呢 跟擀包子 饺子都比较贴近 都要中间裹 厚一些 蘸得薄一些 咱开始包了 这个馅和面的比例呢 大概其实是一比一 我刚数了一下 你知道多少折 30个 一般的就是比较高级的包子上 就18到22个折 高师傅已经包到了30个折 因为面很软 它不好定型 所以在这儿就是说 我们下锅的时候 它定型前再给它搓一下 现在我们开始做锅了 我帮您开火 加油啊 对 再来一点 好了 它这个需要大火小火 不要太大的火 你问多少时间 差不多得有10分钟 10分钟 小火 行 让它在里边煎着 这完美 再来煎一个 挺好 这其实干什么 这个很快乐 我再给它翻一个 这已经成熟了 对 它出发还是一个骨的形状 对 像月饼一样厚 慢慢地 让完汁就全跑出来了 嗯 行 我们现在开始出锅了 起热 好了 控一下 对 客人点这个 一定要跟客人说 小心 一定小心 别烫着 国贸五爵之门丢肉表 新鲜出炉 咱先把这个吃了吧 嗯 这个牛肉好看啊 嗯 等不及了 嗯 这个一定要 小心 你看你看 对 就这样了 嗯 哦 哎呦 非常非常的弹 嗯 里面能嚼出大块的牛肉 吃着更解铲 是 上面一层就是牛油 嗯 就是一个好的门丁肉饼的 多汁的 多油水的 嗯 一个标准 准备牛肉馅 切成丁的牛里脊 我们再做汁 要往牛肉馅里 打刚才做好的这个汁 融合均匀了 要给它放到冰箱里面 更硬了 包起来的时候呢 好包 下一个步骤 和好的面 往揪成劲 把牛肉馅 包裹在面皮里 然后给它成型 门丁肉饼 需要煎至十几分钟 注意火候 别做糊了 今天为了你 小鸭 我开戒 我女儿特别喜欢 就叫可儿喜欢的菜 哇 嗯 好吃 那给咱妈留一点 其实我妈妈已经来了 那赶紧请上来 下锅了 搅和一下 放在油搅一搅 赶快搅和 香菜 葱都要切一点 没不没 搭搭搭 有一样就行了 行 好吃 太特的调味品还你回家吃饭 同时呢 太特的调味品 提醒你扫描 我屏幕下放到二维码 你又知道 国贸五角汁 门丁肉饼 会怎么做出来的 你觉得怎么样 在嘴里边 它有嚼劲 嗯 然后它有洋葱拌着 跟平时的肉馅 它有区分 所以今天两杯做的菜 其实就是什么感觉 中西同吃 中西元素都结合在一起 所以美食是没有过节鱼 很多人讲的 今天体现出来了 哎 忘了一件事情 姐夫在那待了半天了 饿不饿 你很饿吗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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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姐夫也是客气 你知道吗 我们不叫她 在那里这间口水 来这边请这边请 你好 你好 我们刚才在旁边说了那么多 你更想吃哪一个 这个 这个 我给你 他很会用筷子 别客气 好 别客气 好 这才吃出了文牛肉饼 感觉一咬的时候 那个 这 非常感 吃一下 你的爱人做的这个 所以今天的冠军 比赛 中国 不带是 哈哈 哇哈哈 今天晚上贵西吧 贵 贵 哈哈 哈哈哈